西方史学史史量的强大功效 消弭了撰写者潜在的主观性 但经过严格考证的史实 没人所知就必须借助历史著作的这一文字形式 于是兰克又提出了第二套方案 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撰写原则 兰克认为历史传书中的主观性主要来自于撰写者 并且这种主观性取决于撰写者的价值判断 主要通过对权威文献的批判研究 公正无偏别的理解以及客观的叙述结合起来 这样的目标就能使整个真相苏醒过来 具体而言在撰写历史著作时 首先就是不择不挠的严格的驯服的遵循着 那些权威材料的引导 他决心要做到 诗人爱国者宗教的政党的党派都被压抑下去 绝不贪货 总探索